台湾观光工厂热潮 芳心未爱 经济部工研院指出 2014年有117间观光工厂 到了2015年成长到130间 光一年就增加了13间观光工厂 一年创造了38亿元的产值 而今天节目就要带大家 来到2014年 或经济部颁发优良观光工厂的 宜兰丙发明馆 一快去探索当地最富盛名的伴手礼 并非想创始人刘登辉师傅 最新研发的高饼美味 雪碎通车后 宜兰成为最受欢迎的旅游圣地 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 也跃升为人气伴手礼 而当中又以薄如禅意 可透光的超薄宜兰饼最具代表性 这个只有0.1公分厚度的超薄宜兰饼 诞生于民国八九年 创始者是素有志炳达人之称的刘登辉师傅 因为这项世界第一的发明 让他攀登高饼事业高峰 同时也在宜兰高饼发展史上 写下新的一页 我们就在民国八九年 开始研发0.1公分的副市面 我们的0.1公分的副市面 哇 生意很好 做成方向 全省 新闻媒体也都来给我们裁访 尤其是过年时 真的都要摆练 我就很坚持 一定用最好的丸料 用最顺的鲜奶油 全部抽纲 到现主席 我们也是公共抽纲 坚持我们这个力量就得到 这座位于宜兰苏澳镇的宜兰饼发明馆 完整陈述宜兰饼的发展史及制成 并提供牛舌饼DIY活动 也贩售各式美味高饼 成立迄今 每日总是吸引无数游客造访 已成为远近驰名的观光圣地 即便已成功立足于台湾高饼美食界 但刘登辉师傅精益求精 研发新品的脚步 却从未停歇 不时推出令人惊艳的高饼新创意 而特牛海苔米香卷 即原创十年的切达乳酪 就是刘登辉师傅最新历见的创意高饼美味 用蛋制作出的蛋卷 你一定不陌生 但你吃过用米制作出的米卷吗 这个不加蛋 牛奶制作出的米香卷 却有着比蛋卷还要香浓的气味 用海苔搭配出的酥脆清爽口感 纯手工制作出的多层次味蕾饶宴 让人一吃上瘾 那个我在吃那个米香卷 我觉得很好吃啊 上次推车又有海苔的味道 我觉得很适合小孩在吃啊 我这个米香卷 台湾现实是要不然有 不充饮 不充饮 是充饮的特色的米 它是用差不多 几个五种至六种的五国粉 而这一款2004年推出 颠覆传统的糕饼 是以广式饼皮 包裹来自欧洲上等切达乳酪 搭配细腻绵密Q软麻薯 烘焙出甜咸交融 甜而不腻的绝佳口感 乳酪的加持 让香甜的大饼 增添了一股微咸滋味 完美不冲突的组合搭配 成就出层次丰富的极致口感 不甜 然后很香 很新鲜 味道还不错 烟焕这些 切达的豆腾就是 味道定分的蜜变 团中的旁边的风景 感觉都很定 我就想 我就跟我的烟焕的团队 我都有一天 我们一定要穿富士变 入口之外 切达的豆腾 这些豆腾 可以说我很大大 这么说 过去都没人有这种 像我们这些 切达的大片这种做法 那它可以一饼两吃 因为我们都是 手工作的关系 所以它中间呢 比较多的麻糬 那馅料呢 比较在旁边 那这个很受到 年轻人的喜爱 也是我们公司呢 网路上销售的冠军 刘登辉师傅 与刘晓美经理 妇女俩在研发新产品 与金银发明馆上 各司其职 合力将自家用心生产的产品 让全世界看见 我们经理念的话 其实就是有四句话 第一个是原创的动力 第一个是糕饼的美味 再来是食材的珍惜 第四个是健康的分享 那其实呢 我们就是秉持着 用工艺级的精神 来制作糕点 那就是有五个字 就是执行设计用 就把这座糕点呢 把它当作像是一个 工艺级的产品一样 很用心地来制作它 如果你吃腻了 一成不变的中秋月饼 又或者正在为选购 伴手礼而伤神时 欢迎来趟发明馆 走走试吃 将会让你的味蕾 有不同以往的新体验